你不要太过分了 外公 对不起 我让您失望了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挺过这道难关 重振霸气门 老爷子在这儿睡得挺好啊 有什么事出去讲 不要打扰我外公清秀 怎么 死人还能蹦出来打我不成 你不要太过分了 伤还没好 你倒是挺顽强 你凭什么跟我斗呀 你的那些轻信都被我清理掉了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你做梦 师叔 这会出人命的 偷换不成熟和安心 走开 走开 飘飘 今天晚上我做饭 想吃点什么 你说又算 那苦瓜生吃好了 再凉本的酥皮 我最近买了两本 珍藏版的漫画 回去给你 真的吗 还算有点良心 是啊 我良心发现了 所以 你能不能笑一下 大家都以为 我真让你吃树皮了一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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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啊 没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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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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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快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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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陈叔 麻烦您了 跟我来吧 来 笑 笑 笑 伤得非常严重 必须在我这儿好好调养 一会儿我给她开个方子 每日服药 这个方子里有几味药材能比较稀有 我这儿刚好用完了 得麻烦你们去帮我买些药材回来 没问题 麻烦陈医生了 不用客气 魏楚他看得懂我的方子 你跟着他去就行 这个姑娘她究竟是 她是佩佩的好朋友 习武之人吧 哪个门牌 她 她是八戒门的人 也罢 我就不多过分了 只不过 她的经脉激进俱毁 那 那能治好吗 好在送来得及时 虽然伤得很重 但人可调养恢复 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既然是你们的朋友 我一定会尽心医治的 就是不知道 是谁把她伤成了谁 陈叔 他在这里调养的事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是自然 怎么样 按照你的要求 蝴蝶兰松枝 奥梅建议 轻雅别致 对推上身体 有极好的好处 你还挺会插花的呀 想学啊 不想 晓晓 这个是医生给的向勋 说有助睡眠 不要你们多管闲事 我跟他说几句话 那你先出去吧 有事叫我 嗯 你是觉得我特别可想 是不是 是 是 费了那么多力气 就是为了摧毁太极西 结果现在 我自己落得什么个下场 可能这就是罪有应得吧 可能这就是罪有应得吧 你知道就好 你来这就是为了看我笑话的吗 我是想告诉你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 回头 你总算回来了 外公 怎么回头 警察找到你外公尸体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两个时辰了 我怎么能解你了 太极西那小子 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的戏 我怎么回头 我为什么要回头 这从头到尾都是我的机会 魏楚打死了掌门 他们家将所有的罪行 全都归到他身上 让我们八七门永远都蒙羞 不可能 没有人能打开我外公 那混蛋小子 在你外公的茶水里放了药 倒是你 你以为所有人 都和你一样穿吗 我 你就没想过 从一开始你和魏楚的绯闻照片 是怎么流传出去的 你就一点都没怀疑过我吗 那又怎么样 我 我 从来没有怀疑朋友这个习惯 但是 朴朴 我和魏楚的仇恨 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 所以只要你和他还在一起 我们就不可能做朋友 你走吧 让我们休息 明天再看 你要停住 你外公 他的遗愿是 让你做门主 我绝不会违背他的誓言 现在 方兆天纠结了一伙人准备夺权 你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啊 不管是魏楚 还是方兆天 我都会让他们血下血肠 外公 我让你们失望了是吗